我的开心农场中国版终于可以升级了 我的农场可以增加生产量与对外销售的地区 太棒了 你的农场居然可以升级了 我记得这款手游的升级条件要求很多耶 玩这款游戏确实有很多繁琐的步骤 话说这款手游的升级真是麻烦啊 为何不直接让玩家课定处置就好啦 那是因为这款游戏很强调模拟真实的农场经营情况 也就是说你的农场如果想要升级 就必须仰赖农业技术的提升 所以我只要知道农业技术如何提升 我就比较有机会让我的农场规模升级 对吧 当然正好我前阵子参加了农村体验营 有不少的收获 我就跟你分享吧 农业技术的提升 主要可以从三个面向讨论 第一个是农具改良 我知道 正所谓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这是因为科技进步 现代化的农具可以提高生产力 增加产量 对吧 正确 近年的科技化农具的设计 越来越符合人性与便捷 不像早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自然而然就可以提高产量与效率了 那还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到农业技术提升呢 近年许多农场都会引进外来作物 透过外来作物与本土作物之间的育种或杂交 便有机会发展出彼此接有或是新的口感 甚至作物品质更加优良 狐狸猫 你有没有注意到生活中的蔬果都越来越好吃呢 对耶 这让我想到我的开心农场里面 可以进行品种改良 难怪每次育种和杂交完后 就会种出新的作物品种 除此之外 交通革新与机械化生产 也是技术升级的方向之一 因为交通革新 可降低农场运销的时间 有利于农场专业化的经营 机械化生产 则可以大大减少了人力需求 能降低人力成本 而节省到的支出 可以转支付到其他的成本 以中国为例 近年中国得以能在东北平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 和铸江三角洲等地 设立了全国性商品粮基地 一方面是粮食基地 可采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粮食作物 保证国内粮食的供给 避免过于依赖外国粮食的进口 另一方面 基地所生的粮食 可由公路快速并送至各地 我懂了 台湾也是因为中山高速公路的开通 促进国内农业专业化的发展 不错哦 你还记得台湾农业经营的转型与变迁 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 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广大 人口总数众多 粮食需求太大 因而需要开发边际土地 以增加更多的粮产 像是开墾位于黄河中上游的 核桃平原 墾荒位在东北地区的三江平原 以及将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 在湖泊周边进行维湖造田等 那中国西半部畜牧区 是否也会向中国东半部农业区 有类似产业升级或转型的现象呢 当然会咯 今年西半部有部分畜牧业活动 已从自己性转为商业性 牧场采取企业化经营的方式 引进新品种或饲养技术 大多能提高续产品的产量 也扩大了牧场的生产规模 中国人口众多 为了增加粮食提供 昔日会在边际地区开辟农地 下列河处是属于位在东北地区的边际土地 经过长年的开发 近年还成为全国性商品粮基地之一 A. 四川盆地 B. 核桃平原 C. 黄土高原 D. 三江平原 答案是 D. 三江平原 我们常说 机械可以代替人工 当农业潮科计划发展 固然能提高农产量 是否也是为了要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是的 中国的三级产业结构变迁与台湾类似 以三级产业就业人口比例为例 两地大致呈现出第一级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减少 第三级产业人口比例增多的趋势 此外 农业产值与农民平均所得已追不上工商业了 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自然会下降 所以需仰赖机械代替人工的方式经营农场 虽然机械代替人工 或是利用科技化农具可有效提升农产生产效率 但对于土地的养分供给是否会带来极大的负担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过度的开垦耕作一定会造成农地的负担 生态环境容易恶化 选择还有可能会耗用到较多的水资源 影响到各种用水分配的权益 毕竟中国和台湾一样都不是水资源充足的国家 既然发现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有呀 中国政府和农民们体认到呀 像刚才提及到的 过去中国会利用洞庭湖周边进行维湖造田 这个政策固然会增加了不少粮田 但湖泊面积却也因此缩减了 导致能调节水量的功能降低 一旦当地发生好雨 洪水终究会将这些新开批的农地给淹没掉 所以避免大地反扑 近年中国政府已提出退田还湖的政策了 另外 现代农业科技已能做到精准灌溉 有的温室农业会利用超省水的洒水系统栽培高价值的蔬菜作物 哇 那我经营的开心农场再升等下去 说不定也能买到那种高科技的洒水系统耶 对呀 据说这款游戏升等到最后会成为超级大的农场 到时候你不仅要持续投资购买先进的农具 农场经营还要顾及到全球农产市场的供需呢 真的吗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把我的开心农场变成超级大农场了 重点整理 农业科技的进步带来 1.农具改善 土地利用规划不同 2.技术和交通进步 运送农产品便捷 3.开发更多的土地 增加产量 农业更做方式的进步 可以改善以下问题 1.就业人口减少 2.耕地面积下降 3.水资源分配不均 4.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同学 你认为中国农业技术的增产方法 有哪几项也是能运用在台湾的农业呢 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下次见